如果整個乳房切除的話 我們就會將全部乳腺的組織 連乳頭乳雲一次過都拿走 然後將皮膚縫合 之後手術後傷口就會變成 胸口的位置會平了 而部切除我們就集中 只是切除了腫瘤部分 剩下大部份的乳房組織 給病人 手術後大致上的形狀都會保留到 但手術後就必須做電療 去減低翻法的機會 其實醫學研究做了 局部切除加上電療 比較整個乳房切除 整體存活率和擴散的機會 其實就差不多 不過局部切除而言 始終剩下大部份的乳房組織給病人 在同一邊乳房的方法機會 會比整個乳房切除高一點 大概高就是3%左右 雖然局部方法率會比較高一點 但不會影響手命 其實都一半一半 當然有一班病人都希望保留乳房 因為多數來說局部乳房切除 都可以保留乳頭和乳雲 但有些患者可能會擔心 如果手術後要天天做電療 可能他不想 另外始終有些病人可能會比較擔心 譬如剛才說過那3%的局部方法率 他們會擔心這方面的話 可能他們會選擇做全國切除 希望將所有的方法率都減到最低位置 通常我們會視乎病人的情況 意願來決定會否做即時重建 還是之後的後期重建 如果即時重建 我們通常手術時間會長一點 因為結合了手術切除和重建的時間 我們會視乎病人身體的健康情況有沒有大問題 也會看病人的癌症期數 有部份病人可能會擔心自己的傷口 可能傷口癒合得不太好 或者擔心乳顏病 可能他本身預期要做化療、電療等 而他有些擔心 例如怕傷口癒合程度比較慢的話 有些人會選擇先做完手術 即只是做過切除預防手術 之後做化療、電療 才去做後期重建 但當然做即時重建的效果 那會比較好一點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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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